再次代表Reway Internet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马来西亚的HQ 那么的话呢 刚刚我们看了那个短片 有一些我们顾客的分享 我想问在座的朋友 当你看到那个短片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或者你看到什么 里面有什么资讯你看到吗 我本身看了那个短片呢 我看到几样东西 第一个我看到里面的宽乐 当他们分享它的包括 原本长期是Banadol Banadol是不是真的不见调没关系 Banadol不可以不见调 到现在可以种辣椒啊 你开不开心 开心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喜悦 从不能爬楼梯到能爬楼梯 你开不开心 开心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开心呢 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伤心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的家人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什么 非常的伤心 因为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不是那个人痛苦而已 同意吗 很多时候呢 他整个家人都会被影响 就我们感觉得到 上台那些讲的人 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那么第三个我看到的是什么 佛剧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些东西呢 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有一天它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对吧 可能很多人都会讲 哎呀我第一次见到Kao 他就这样衰哦 怎么 奇怪 其实不是什么重点 为什么呢 我是有根据的 好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 还有一个报道 它讲十大杀手 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十大杀手 全部里都看得懂 为什么 因为那种图片嘛 容易吗 好 我们来看了一下 今天 哪一个地方 当一个家庭有四个人 诶 这四个人有可能两个小孩 一堆父母 那么这个家庭过得很开心 每一年可能去旅游两次 那么每一个周末 可能父亲跟母亲会带孩子 去打可能购物啊 去一些餐馆吃好料 对不对 因为收入还不错嘛 可是突然间 有一天其中一位 可能父亲身体不舒服 去看医生 可能第一次看医生讲 没什么事 可能突然间 还是一直不会好 去看医生 医生跟他讲 他都有孩子 不能工作 或者他得了中风 不能工作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 有对不对 那么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什么事情会发生 这个四个人的家庭 一个人不能工作 立刻 那一刻 他的收入减了一半 可以吗 而最惨的是 在他收入减一半的那个时刻 他的每一个月的开销 就增加很多倍了 为什么 因为医药费 所以你想一下 一个收入减低一半 医药费一直增加的家庭 很快乐到吗 所以在这个时刻呢 很多事情就会发生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我在新加坡有一个例子 真实的例子 我在新加坡有一个顾客 他在吃柯条 他本身是中风 那么在他中风的时候 他行动不便 他又跌倒 跌到他的左边 他的手都是两条根断裂 所以这个人 左边是不能移动的 那么因为他中风 他不能工作嘛 你知道他就从事什么行业吗 他就卖T恤费 有没有他过人家 卖T恤费 他就在新加坡里 一个地勤站 卖T恤费 那么这个人 他大概40岁 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一学班 一个孩子9个月 至于他中风不能工作嘛 于是他就卖T恤费 养一个家 那么你懂结果是什么吗 结果是 他的老婆要跟他离结婚 因为为什么 他不能养这个人 那么我想 你们想一想 他老婆有错吗 其实想一下 这个女人 是真的需要一个男人来养他 所以如果他觉得 他男人不能养他 他要离开 他也不完全错啊 那么这个男的有错吗 他没有错啊 因为他没有叫老婆 给他中风啊 懂意吗 可是他的确发生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 我们希望什么 这样的事情 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懂意吗 那么其实 有道导致书啊 华人啊 的寿命啊 已经比一分的人来得久了 以前的人 只能活到65岁平均 现代的人 平均活到71岁 好不好 包括大概六年啊 六年可以做很多东西了 可是 但是 当我们的寿命延长的这段时间啊 以前的人啊 大概61岁 健康才亮晃 现在的人55岁 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你虽然活得更久 你哭得更久 确实是很奇怪 我要活得久 可是我要舒服这么久 都怎么办 所以人就是 又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发生了 好 那我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你看啊 今天 在社会上 当机器人他们犯法 例如杀人 放火车 也被抓 被抓就是要去审判 因为警律师嘛 对不对 那么可能一个杀人犯 他被审判了 如果那个国家不判死刑了 他就判终身监禁 对不对 一个杀了人的人 他没有判死刑 他判终身监禁 可是我们身边 可能有一个人 他中风了 三个礼拜就死了 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是一个很不佳的爸爸 他是一个很不佳的儿子 可是一个中风 他就过去了 他就过世了 这个悲不悲哀 这个非常悲哀 对不对 但悲哀的是 其实讲真的 他中风一刻死还OK 如果今天他生病了 花了全家的财产的话 他就死掉 那就更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 我们只能跟自己讲 最好不要输 所以我们要从里面学到一样东西 怎么样去避免 有的人就讲 哎呀 人好也是会死 人不坏也是会死 这样避免 我们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做预防 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或者我们觉得事情要发生之前 我们做预防 避免这样的悲哀发生 这样不是这样的东西 好 那么就很多人他们就讲 不要做预防 所以大概十多二十年前 当人类越来越有钱的时候 一当生病 就去看医生了 比方 头一顶痛 就拿NC 发脑棍 身体 一点不舒服 就去拿NC 或哪里痛 就去拿病气 什么东西都是靠医生 因为以前的人认为 医生是最好的 可是现在的人 我们教育越来越多 我们懂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们就发现 其实我们跟医生啊 之间啊 我们又爱他又恨他 为什么 你歇肚子 歇到脸 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医生 因为他给你腰嘛 你才能睡 懂你吗 你牙缝的时候 胸都受不了 你要找医生 他给你止重药 你吃了你才能睡 懂你吗 那么相同的 在那一刻 当他给你这个药 解决你那一刻的问题的时候 你心里确实知道 这个药 常去吃下去 也是不好 懂你吗 可是那一刻 那是你的揪心 可是我们不管 为什么我们管的是 心脏的肺痛啊 就像以前 我的皮肤 一直受很多暗伤 那么非常的油 我就非常的油腻 一直过我的女生 很多年青春的 我记得啊 很多年以前 我就去看医生 那么医生就跟我讲 这个药是很多模特儿吃的 很多明星吃的 吃了你不会出油了 我就好 很好 他讲 你吃一年去山 对我感保证你的皮肤很光 一粒 青春痘都没完 我就讲 哇 多少钱 又不对啊 少说一百块啊 神兵 我在树看就滑了 对不对 我这样这个药吃下去 会怎么样 他讲你的肾会不好吗 你想想一下 他已经真的握的肾会不好 他还可以老实握这样 因为他懂我要的是解决我皮肤的问题 那么你们说我会不会吃 可能我不会 可是可能有人会吃 因为他不管 因为那个事不好还没有发生吗 我管的是食材了 OK吧 现在就是 现在我们给医生 就是有一种这种矛盾在 有这边有哪一位朋友 看过你身边的人 一开始吃高血压的药 有一天会停的 没有 我们不想一个人 一开始吃一个药 他不但不会停 那个药 会导致第二个药来 然后它会导致第三个药来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药物吃久了 身不好 胃不好 那么 几年过后 这个问题没有好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说他有回事没完没完 这就是我们现在医学 遇到的一个瓶颈 所以怎么办呢 尤其现在人口老化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答案 所以医学家 哲学家 医生 他们就去做很多研究 来研究有一个方法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有这个方法 你们想不想知道 想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组织 这么多冤枉物吗 所以现在就有这个方法 他们就发现这个东西叫做干细胞 那么 他们发现这个干细胞 就能解决这个 医学瓶颈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知道 干细胞怎么解决 医学瓶颈的问题 首先 我们要知道他多厉害 可以吗 我们要知道他是什么 可以吗 我们要知道他能做什么 我们才懂 他到底是不是这么好 明白吗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干细胞是什么 那么我们再去判断 这个干细胞 是不是真的值得 让我们去参用 首先 干细胞 我们要知道 它是怎么产生的 干细胞是当一个男的精致 跟一个女的卵子 第二次呢 一个细胞 就叫做干细胞 那么你不阻止它成长的时候呢 这个干细胞它会慢慢成长 然后它会变成身体不同的器官 然后它形成一个婴儿主案 就是说什么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都是因为干细胞 形成我们身体的器官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相同的 我们因为干细胞而活 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 也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干细胞 没有 对不对 最主要是在这个过程 我怎么把我身体的细胞状态 保存在进化状态 明白吗 好 那么干细胞有多人就会爬头 干细胞也叫细胞 心脏细胞也叫细胞 肾脏细胞也叫细胞 那么它的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 每一个身体的器官 都有它各自的细胞 头发有没有细胞 有 所以有的人头发细胞老了 头发细胞死的就会脱发了 皮肤有没有细胞 有 所以有的人皮肤细胞老化了 皮肤就会有作纹啊 下肺啊 相同的我们起立的细胞 也是有细胞 好 可是这个干细胞它不同的是 它不属于你身体的任何一个细胞 它是自己的一组 英文叫做妈道瓜商 它是一组细胞 它不属于你身体的任何一个细胞 可是它厉害的是 当你需要的时候 它是可以变成你要的细胞细胞 就是说 当你需要它变成心脏的细胞 它可以变成你的心脏细胞 当你需要它变成你肾上的细胞 它可以变成你肾上的细胞 你说好不好 好 因为当我们老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病 因为我们身体的器官细胞 全部退化了 身体的器官细胞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细胞不能运作 所以什么病就来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补回死掉的器官细胞 那个就是一个身体非常好的修护器 我给你一个例子 在医院他们有做这种移植手术 我们来讲一下心脏移植手术 简单的 通常以前 做心脏移植手术是怎么做的 就是开刀把心脏拿出来 把别人的心脏抓出去 对不对 可是因为肝细胞移植有一点不同 同样的在病人的心脏 我们开刀 可是我们不把心脏拿出来 我们从整个心脏割出一块 割了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把它拿出来 留住这个心脏在里面 要怎么办 留一个不完整的心脏 在这个病人的身体里面 医生就会注射肝细胞 进去这个病人的心脏 那么什么事情会发生 不管这个肝细胞从哪里来的 他一注射进去 这个肝细胞 就会跟这个病人的心脏细胞做朋友 那么他跟他做朋友了 他就会变他 他跟他做朋友了 他就变成这个病人本身的心脏系统 所以这个他变成心脏系统 他就来补掉刚才抽出去的那个百分之十了 所以当这个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二十的这个空缺被添补了 这个心脏就完了 而且这个完整心脏最美的是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心脏 因为它是很年轻的 这个心脏系统 所以你觉得好不好 非常的好 我再给你们一些例子 在新加坡医院呢 他们已经非常采用这个 下个星期我搭飞机 我搭XQ 你们知道 新加坡航空 那么我就在飞机上 就看了一些杂志 你们懂飞机上都有杂志的吗 那么飞机上杂志都会有一些广告啊 对不对 就是可能跟一些外来的旅客讲 新加坡有什么地方好去啊 这些啊 我就在这些杂志的负面事业 我看到有一些广告是 医院灯的广告 我就看哇 新加坡医院现在灯广告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外地的人 在新加坡看病啊 对不对 所以根本在飞机上 还没有提名要去哪一间医院 所以看那个杂志 可以有死选医院 所以很多医院就在那边灯广告 讲他的医院 多好多好 包括我就看到有一则广告呢 是新加坡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政府医院 叫做丹法新医院 可能在座的朋友听过 那么这个丹法新医院呢 他就在这个两页的广告里面呢 他用什么来打广告呢 他用他刚刚做的一个手术来打广告 什么手术呢 刚细胞移植手术 我就读 他的手术是怎么样呢 有一个复免 他的右眼 西方看不到 就是眼镜右 左眼OK 他的右眼有一点朦朦 就是看东西看不到 医生判断他 已经几乎要瞎了 他的右眼 所以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就动手术 从他的左眼 抽取左眼的干细胞 然后注射在他的右眼里面 然后什么事情发生 这个妇女孩 他的两眼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例子呢 他们就放在这个广告上面 那么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在新加坡的媒体 不管是杂志 网络 或者报纸 新加坡媒体报道的东西 一定要有确实性 一定要是真的 一定要有想法 才可以报道 有没有能够到 因为在新加坡 我们的政府 向他的严格 你没有根据的东西 政府是不让你写出来的 所以我们新加坡的报道 如果你也真正有去看的话呢 这近年来 几乎每一个月 至少有两到三个报道 在交易关于细胞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政治 现在投资了很多时间 精神在研究干细胞 为什么呢 因为它值得研究 因为目前干细胞 都是有最大的潜能 一个方法 可以医当今 医学界不能医的72种区 这么多年以来 医学都是这样子的 一组医生 花一个二十年 找一个方法 医一个病 同意吧 另外一组医生 花另外一个二十年 找另外一个方法 医另外一个病 同意吧 一直以来 能医病的方法 他都不可以一直管用 可是干细胞要发不通 因为干细胞要发 它可以变成 自己不同的细胞 同意吧 所以它可以 一个方法 你研究到它的潜能 的话 它可以医病 所以值不值得研究 值得 尤其是新加坡 我们的吧 我们靠什么 两个东西 来增加我们 我家的经济 第一就是理由 对不对 尤其是考察开了 对不对 MBS开了 理由的经济俱容 另外一个促进 新加坡经济的方式 是什么 就是外地人来新加坡看病 同意吧 很贵吗 很贵 可是他随不了来 为什么 因为可靠 因为好 所以新加坡懂 什么才好 所以他懂干细胞要发 就是最好的 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另外一个例子 我跟你讲 你不懂奥巴巴总统吗 奥巴巴总统是美国总统吗 奥巴巴成为美国总统 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看 第一是为什么 压制黑人总统 第一是吧 所以全世界都在看 第二个东西 为什么那个时候 很突然关注奥巴巴总统 这个东西 因为奥巴巴总统 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个时候 是全世界经济 去到一个什么 规矩的时刻 对吗 你们想回想起 那个时刻 是我们讲 Economic crisis 是什么 很多银行倒闭 很多大机构倒闭 同意吗 在那个时刻 你以一个美国 新任总统的身份 你做的每一个东西 你讲的每一句话 你的每一个动作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 同意吗 你讲出去的话 如果你没有肯定 统统是这样的 你不会乱想 可是就像那个时刻 当他设为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召开一个记者导致会 他召集很多国家的记者 在一个记者导致会里面 他讲什么 他讲 他要投资一笔美国的金包 进入美国研究干细胞的中心 来研究干细胞疗法的情人 为什么 因为他相信 干细胞疗法 将能提醒 在应付到的一些抉症 例如发生 癌症 心伤病等等 所以我想问一下 那时他敢这样讲 他事事一定都一定的信心 不然他不可以这样讲 同意吗 而且他还叫记者拍他 去签那个粉圈 那个时候 你不会让他花美国的钱 非常非常明瞭 可是他直接把一大笔之心放进去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干细胞疗法 看细胞疗法 看细胞疗法 所以连奥巴马都这样认为了 所以新加坡地位 也开始采用细胞疗法 所以细胞疗法 希望什么呢 希望改变现金医学的文化 就是我们希望 使用细胞疗法 让我们什么 有病治病 不需要每次吃药 拖也拖也 有病就跟他医疗 这个是什么消息 这个肯定是的 那么 那么在座有一些新的朋友 可能就会爬头 可是新的东西我不敢用 尤其是亚洲人 华人 我们喜欢全部人用了 我们才用 我们不喜欢先vesting的 因为我们不能当安全的 可是我想跟你讲的是 其实干细胞疗法 它不是现在才用的 其实 以前年来干细胞疗法都存在 只是以前能够得到他的方式 不像现代这么容易拆弃到 以前 大概一两千年以来 都是有一些 古代皇帝啊 皇室贵族啊 到现在的总统啊 政治家啊 国家的领导人啊 采用的方式来保持他们的青春 保持他们的活力 保持他们的健康 那么的话呢 一次以来 细胞疗法 都是由天王巨星专属的保健力 我特别要讲这个 天王巨星 为什么天王巨星 用的我们就能用 普通人用的我们不一定可以用 因为很简单 第一 天王巨星用的东西 第一一定是贵的 懂明白 第二 天王巨星用的东西 一定要安全 一定要有效 不然他们不会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的地位 比普通人来的高 同意吗 他们在使用什么东西之前 他们要先确认 OK 可以用 他们想用 所以这个细胞疗法 这么模拟以来 不是一个天王巨星用的 他们是一代全一代的用 他们都敢用了 我们为什么不敢 同意吗 所以如果他们都用 你就不用大 如果我想阿猫阿姑 两千年以来都用你 都用在那边想一想 因为阿猫阿姑 你不认识 可是天王巨星 你不用担心 好 那么有多人听会想 这样怎么办呢 我也想一下 这些天王巨星啊 这些名人啊 很年轻 你们懂不懂 下个一个年轻叫做谢贤 谢贤几岁 那女朋友几岁 二十多岁 对不对 七十多岁的谢贤 他女朋友二十多岁 为啥我们不可以 他可以咧 因为他花钱嘛 因为他是名人嘛 对不对 那么很多人就讲 他有同人不同名哦 他有钱吗 他可以年轻吧 我们有钱吗 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 因为科技的发达 我们有几种方式 可以得到细胞拉法 让我们跟这些名人 这些有情人一样 可以变年轻 变健康更有努力 要不要知道 你要知道吗 好 所以我要给你们六种方法 A B C D E 你们自己选择 你们要买一个方法 好 方法一 就是如果你们也是有钱 你们可以花钱 买一张飞机票 去瑞士 去注射西班牙法 在你身体里面 注射一次你年轻五岁 诶 可能会讲 OK 我选择A 那么我可不可以现在不进 你可以现在不进 你可以现在不进 可是你不跟明天去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的名人 都是去那边注射的 所以你现在不进 你要等一年 那么你在等这边一年 可能已经老了很多了 懂得吗 所以我们要速 我们要快一点了吧 所以这个 需要等很久的时间 而且等到你的时间 你飞到那边 也不是说你飞去 注射就回来了 可以去那边 他还要什么 跟你什么 量血压 量心跳 量你的身体 OK的 他在注射 他想问一下 量血不需要钱 可以是量的 住医院的 腰很贵 那么的话 注射那个 量要不去 要对不对 那么你以为 之后他就会放你出来 没有 他会让你留住 他在跟你量血压 他在跟你量心跳 OK的 他在让你出来 那么可能 这个整个过程要花上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就在瑞士医院 多少钱 不敢行 应该是千万数字 那么他买一张飞机票回来 这整个过程 可能要花你大概九万美金 九万美金也是五岁 其实也是不错 因为五年前的我比较年轻 比较漂亮 这点出色还是值得的 可是有人会想什么 可是这个九万美金我花一口 我会付我孩子什么 学费 我会带我全家环游世界 这很多他们就不舍而用 这很多人想太贵了 可是我还是要年轻 怎么办 他们就选币 也是去注射 可是不是去瑞士 去北面 去KL 去加加达 去新加坡 找一些医生 或者找一些美容师注射 因为有很多 他们也是找他们注射的 可是我想讲的是 当我们选择 第二个 去找非专业人士注射 后果自己负责 为什么 第一 他跟你讲 来我跟你注射这个 他给你看的那个东西 你要怎么去把 这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的那一个东西 可以吗 他可能跟你讲 这个是最顶尖的西瓜 然后把他里面加荷尔蒙的成分的东西 你也不懂 第二 荷尔蒙的成分东西 打进去的 你也是变点心 只是用 什么 副作用而已 可是你不懂 所以打进去副作用 自己当 所以会不会危险 非常危险 第二个 即使他注射是最顶先的 那个人会不会注射 也是一个关键 如果有人可以花9万美金匹去瑞士注射 那么大概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如果你要花9千把币在这边注射的话 你就自己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定有一个分别 所以这个第二个方法 它是一个方法 可是 如果要这样给我选环 你可不要注射 为什么呢 不注射好多部分注射 同意吗 所以有第三种方法 就是我们去做单细胞移植键 就是好像刚刚我所讲的 总 只要也拿出细胞放在右眼 或者你喜欢中 甚至拿出细胞放在心脏 我们都可以的 可是我想问一下 这里有谁被十一杯去开到那里的 要花钱 要开到没有人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法 是不能用癌地理 不能用癌地理 它只能已经发生了 没有救了 才用 明白了吧 所以它只能 事情发生过才用 你不能当做一个预防 而且它又贵 又有疲弱之痛 所以有另外一个方法 最不用钱的 良好的生活习惯 什么叫做良好的生活习惯 吃得好 睡得好 没有工作压力 你开开心心 这个是每一个人功倍以求的 可是有谁做得到 很难 为什么呢 不是我们的不要 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天的压力太大 一个家庭主书在家里有没有压力 有 今晚要指什么给他公司 对不对 今晚那个系统 男主角会不会跟那个女主角分手 也是有压力啊 对不对 那么一个追风的男人他有没有压力 有啊 老板都会吵我犹豫啊 对不对 哇 请了一个新的 哇 大学生啊 会不会抢了我的饭碗啊 这些都会有压力啊 我才会有一个部份 更好笑 有一次他跟我讲 对 我要顿补啊 顿很多补来吃 然后我就问他 问你顿补为什么 因为我的女儿考试 他说你的女儿才八岁哦 八岁的小孩子考试 你顿这么多补给他 会不会过补 你懂他讲什么呢 他讲 那个补都是给他女儿吃的 你想象一下 那个小孩子考试 可是他的母亲 要顿补吗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看这边来 所以的话呢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人 在睡觉前 是很难没有压力的睡觉 同意吗 有时我们想睡 眼睛帮助 都睡不了 所以有时 我们真的很难避免这个压力 如果说我可以 没有压力 那个OK 可是因为我做不到 这个不用钱呢 我也做不到 同意吗 只有另外一个方法 第五种方法 是现在市场上 最多人采用的 就是什么 储存期待鞋 好 那么讲到储存期待鞋 有没有人听过 就是把一个女人 生的孩子 不是有个期待 要减掉了吗 一万年前 女人是在解消警 一万年后 女人是在解消警 可是 我要讲的是 现在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来讲呢 因为现在他们发现 原来这个期待 当你剪掉 流出来的血 里面 拥有非常非常多 刚才我所讲的那些干细胞 那么那些干细胞 如果你能收起来 你要不要收 要 为什么 你记得刚才我所讲的吗 因为这些干细胞 当你需要它的时候 它是可以注射回你身体 让它变成你身体 需要的一些期盘 所以它是非常值得送的 所以在2002年开始呢 新加坡医院 收起来 放在鞋库里面 再淋一下那百度 把它冻干 让它的细胞活着 然后每一年 再给上百块来储存它 收几年 收二十年 为什么要收呢 因为当这个婴儿成长的时候 它身体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去这个血库 把它出色那一间 收起来的这个血 拿出来 注射回它身体 它的第一个效果 是比其他方法还要拿 所以这个钱 值不值得还 值得 可是有很多人 一开始收不到 新加坡有一个例子 有一对父母 他们在2004年 生他们的孩子 所以大概五年后 2009年的时候呢 它的孩子五岁 那么它的孩子五岁的时候呢 就被发现有 那个 一种癌症 那么那个时候呢 医生就用了很多方法 一直逼不好这个小女孩 那么父母就很急 一直问这个医生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得到他 那么这个医生 就在那个时刻呢 就跟这个父母讲 我还有一个方法 可是你要负责 那么这个父母就很急嘛 有方法 快点跟我讲 这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救你的女儿 你可以接受的话 你去生第二胎 你去生第二胎 当这个第二胎出生的那一天 他的脐带 剪掉的那个血 收起来 蓝一他的脐带 所以有没有做到呢 有 就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一个医生道德方面 他是不能叫人家去生孩子的 只有人家去跟医生讲 医生往生里面帮过吗 医生道德方面 是不可以叫人家去生孩子 可以养殖那个人嘛 可是站在那样的情话 那都是唯一的方法 这个医生一定要很恐怖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建议 对不对 所以他建议 所以这个父母亲 真的去生平安害 而住了他的女孩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后 新加坡 几乎每一个父母 生的孩子过后呢 不会属成这个其他人 那么有一些人就会问 可是现在的科技只能收二十年了 这样怎么办 二十年后没有用 料理哦 浪费钱哦 所以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当这个孩子到了十九岁 他没有问题 你就把他注射回去 你不要去扑他五十六岁有问题 就不会浪费你钱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到十九岁还很健康 你注射回去 这个孩子之后 老化的速度会比他同年的人满很多很多 他身体状况会很好 诶 另外一个方法 到我十九岁 还是没有问题 父母拿来用 把那个十九年前收的 这个拿出来 老公好朋友一人一班 出色回去 年轻五到十岁也是不错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当初是另外一个生命的意思 所以要收 哎呀 就讲到这里 怎么办 要收啊 收不了啊 对不对 全部该生的都生了 男的要生都生不出 怎么办 因为只有你怀孕 才能有这个期待 同意吗 所以这个方法很好 不是没人要日有的 所以的话 有一些讲怎么办 鬼是样 过了那个神器 我们可以去收成年 我们的 就是以及在我们生 baby 的那个期待 拿出来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拿出去 我们的骨髓 拿出来这个干水棒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 去医院 安全先 拿钱出来给医生 医生 我要做我的成年干水棒 医生 他就收了你的钱 就跟你交 接着他带你回去 我给你report 你拿去回去 那里放 你再给他钱 他再给你收那个钱 他说 你可以开啊 然后你去开之前 你再给他钱 他再收你的钱 他就把你开了 那么他就收出来了 放进去 你再给他钱 他再收你的钱 那么这个就会放在 一样的血糊 那么可能五年之后 你邀了你再出售回去 这样方法好像感觉不错 对不对 可是关键是 这个时刻 从你身上 抽出来的这个干细胞 他已经不能够 跟期待的干细胞比较 因为期待的干细胞 那拍盘的干细胞 是最初期的 是不受污染 最纯 最好的 零碎 可是现在你几岁 你干细胞就几岁 你50岁 你干细胞不一定50岁 他可能70岁 为什么 因为你年龄是跟着每一年跑的 可是你身体 他是跟着每一年跑的 你身体是跟着你的生活方式跑的 你抽烟 你干细胞也是抽烟的 你喝酒 你干细胞也是喝的 你压力 你干细胞也是压力的 所以你现在抽出来 你这样比 一个全一个比 OK吗 所以这六个方法 都可以用 可是想想一下 好像没有一个我要 对不对 所以脱胞就起来 脱胞就是希望 百分六个方法的优点 放在一个胶那里 当你们 在服用脱胞的时候 一 有好像注射的效果 不用肥到胃室注射 不用痛 不会危险 因为不用注射 然后呢 不用做手术 单单靠口服务 另外单单 不用一支力 每一天两粒 我是看到的 我忘记吃脱胞 我就吞进去 不用去这里了 然后 我们给你最粗粗的 不受力 放在一个capsule 好不好 好对不对 那么讲到放在capsule 又有人又有问题了 人是很多问题的吧 可是吃的东西 没有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体有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做胃酸 胃酸是在身体里面 你不能拿掉 胃酸好不好 你讲它好 也是 你讲它不好 也是 你们有没有汉率 那些泰国的戒鞭 让他们上 炸萌啊 蟑螂啊 蟑螂啊 人类是不可能是这种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吃进去贵室 一定有胃酸 吃进去贵室 会把这些肚捏掉 相同呢 我们今天花拳埋谱啊 吃保健品啊 吃银梁啊 你花多少钱吃进去 他这边也给你洗了一些 你肌肉吸收的 不是等定的什么 所以很多人讲什么 打针俱坏 这个我同意啊 因为今天我们卸股指 去看医生 是要免清醒的 去看医生 医生啊 我很不舒服耶 你可以帮我吗 医生我就要不要打针 我怕痛 也是你给你吃药 你吃了药 上天还是血 怎么办 医生啊 不能都要打了 对 打了症过后 你试一下 食物喝到你就好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打针 它是直接进血 它一进血 它的吸收度就增加 只要你身体能够吸收 就有效果 就是说 尽量不管我们吃什么保健品 只要我吃的那一个东西 能够被我吸收 那个东西就有效 同一半 这句关键是 所以我要讲 确保Portium 进入我的身体里面 我能够吸收它 所以我们已经懂了 焦囊的问题了吗 我们人是聪明的 我们就用科技 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就没有问题哦 所以Portium 就采用这四个科技 来确保你要吸收的营养 都会被你吸收 第一个我们用冻肝技术 这个冻肝技术 这个冻肝技术 就是医院来储存 因而其他血 脖子胞的一样的技术 第一是储存在零下要开口 因为它们是收20年 我们储存在零下60度 因为我们是收3年 为什么要冻肝起来 为什么不要放在10B 更冷酷就可以了 因为细胞是脆弱的 我们把细胞取出来 我们要得到细胞疗法的 第一个最主要的关键是 它细胞还有能活着 如果我不动肝它 细胞接着空气 它一下子就死了 那么细胞死了 最近是有毒 没有毒 它还有营养 只是说它不能像 活细胞疗法这样搬到你 明白吧 所以一定要动肝它 第二个挑战 当你把这些活细胞 放在胶囊的时候 里面是有空气的 空气就会产生氧化 氧化的细菌 就会跟这些细胞相撞 那么这些细胞 就会被这些细菌杀死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有第二个方法 当我们把这些细胞 注射进胶囊的时候 我们也把氧气 Nitrogen 注射进去 把空气逼出来 让这个胶囊里面 没有空气的存在 当没有空气的存在 细胞就能在里面 所以你注意看我们的胶囊 不可以这样开关的 因为当你这样开关 空气还是会在里面 所以我们是用注射的方式 所以这些非常重要 第三个挑战 这个胶囊里面 是一个磨细胞 里面是米料的东西 我要怎样确保 它去到你的活龙 去到你的消化系统 它还在 对不对 因为关键是什么 胃刷斑 胃刷斑也不会拿掉 所以我们就在每一个胶囊里面 放这个东西叫做长龙胞衣 这个保护者 是耐胃酸的 它能保护你胶囊里面 你要的东西 成功的运到你的消化 它是容易 就像今天 你约了一个女孩子 要去约会 你头发胶到美美 衣服穿到美美 下巴以后 你走出去 你没有拿衣扇 怎么办 你编过航机 你的胶留下来 黑黑的 对不对 衣服湿湿的 你的裤子鞋子似的 你去看第一个动向 又不好了 就是你之前都花了那个精神 就因为那个下雨 没有 可是今天你要去约会 你打扮得很好看 你穿 你戴羊八衣扇 你走出去 我刚保住一地 你都不会碰到 为什么 因为你要保护自己 所以这个长龙胞衣 就是好像这样子 你不保护它 多好的东西 它也是不尽量 好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第四个关键是什么 我把你要的营养 经过你的胃酸 顶了胃酸 去到小肠 它融了 我要这样去 把它融的那个东西 也去到你的血 因为它到小肠 它融了 如果它进 通不过你的强盗 它也是吃不了你的血 它吃不了你的血 它到了小肠 它就变成粪便 然后就搭出来 疗不疗 浪费成 所以呢 我们就用乳化分解技术 我们把每一个大颗粒的分子 把它乳化分解成小小粒的脖子 所以它在小小粒融结 这些小颗粒的分子 就能很轻易的 随意的 经过你的长大 去到你的血液 自从第一个步骤 到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的确保就是要 把你要的东西 去到你的血液 被你吸收 所以当它能够去到你的血液 它就好像注射一样 你为什么注射有效果 因为它进行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都有效果 因为我们用科技 来确保它是要理性 所以它是一样的 所以这十个科技 一个都不给你 如果我把豆干技术拿掉 多备三个就不用了 因为一开始细胞就行了 如果我没有超红包衣 前面两个也是当阶线 为什么 它到我这里就没有了 所以这四个一定要用 这个就是Pertier 厉害的地方 我们用科技 来让我们能够吸收 我们要吸收的东西 好 如果讲到Pertier的话 它来自哪里呢 它来自这些国家 叫做纽西兰 好 我上一家后有很多朋友 六月份会跟我媒体到纽西兰 去看我们的这个 唱 那么我们讲一讲 纽西兰这个国家 纽西兰这个国家 对于很多人听过 可是没去过 纽西兰这个国家 它是属于 就是少的很多 那么它本身呢 跟一些美国 欧洲国家不同 它们没有这样商业化 它们有 它们非常骄傲的一个名誉 就是健康 就是什么呢 安全 所以在纽西兰 什么产品 从纽西兰出 什么产品 进纽西兰 它管制是非常 非常非常 非常应该的 连我们旅游 旅客 去纽西兰 它们管得很应该 台语是我们去纽西兰 通常我们去纽西兰 我们的行李啊 它是翻天覆地的掌 为什么呢 有一次 我们去纽西兰 因为等于是做飞机图 不是要带风油 风油很普通嘛 我们街上哪里都买得到 对不对 你拿去纽西兰 它在帮风油 它查你的行李啊 它要看哪里有更多风油 它怕你不满它的空气 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是我们每天要的 它既然觉得这个是毒品啊 OK 没关系 那么另外一次 我们又去 都在翻我们的行李啊 但是我们又觉得很好奇 什么东西导致它要翻我们的行李 因为我们带什么呢 体力 生活啊 酸梅啊 它看到酸梅 它分得好像很乖 哇 有酸梅啊 毒品啊 不然里面还有没有 你可以想想一下 比如酸梅 它会要确定 所以你可以想想 这个国家都不能赢 所以它赢得我们的方式 为什么呢 就是说它安全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呢 当我们讲到纽西兰 我们是从纽西兰的胎盘 取出这个活性细胞 那么这个胎盘来自哪里呢 底下我再跟你们讲 最主要是 当我们从这个胎盘取出这个活性细胞呢 我们就不用这个胎盘 那么讲到这里 很多都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在Portier 进入这个 你们认识Portier之前 我们就听过胎盘说 可以吗 其实可能十年前 二十年前 你们就听过胎盘说了 那么这个Portier的胎盘 要跟市场上的胎盘分别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懂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消费者 我花钱我要懂我才买什么 懂你吗 所以我一定要懂我买你的胎盘 为什么我们都去买别人的 胎盘说 所以我就跟你讲 它的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 通常外面的胎盘是死的 我们的胎盘是活的 什么是活的呢 活的并不是说 等一下你下去买胎盘 他有个胎盘跳来到睡家里面前 我讲那个活的 我的活的意思是 我们这种胎盘 取出它的活的细胞 我们不用那个胎盘 好 我要打一个比方 什么是死的 我要打一个比方 当一个女人 生的孩子过后 跟医生讲 医生拿泥兔 不可以帮我收我的胎盘 因为听说胎盘有很多影响 你帮我收我要拿回去吃 所以医生就收 收到三天后 这个女人回家了 拿她胎盘的胎盘 打开来看 你敢这样吐 那个胎盘 对不对 多营养来看 那边就吃就吐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女的 就会做什么 把去洗 洗一次不够 洗两次 洗三次 洗十次 把全部东西 她觉得肮脏的都洗掉 然后她就会把去煮 把去烘啊 煮啊 高温啊 都把它脆脆的 好像什么 快磕 薯片这样 有部分像说 大概以前 她把去烘了 好像 薯片啊 然后她就 搬配给她的公公 搬配给她的婆婆 搬配给她的老公 搬配给她的老公 搬配给她吃她的胎盘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 很噁心耶 可是有人家说 因为他们懂 胎盘很多营养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这整个过程 从医生收起来 放在一个冰箱里面 那你让我们去指 这个胎盘死了没有 死到不能再死了 为什么 因为里面已经没有细胞了 但那个高温 那个胎盘都已经没有细胞了 这个就是死的胎盘 可是她有营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很多艺人名人 吃胎盘 还是吃得很漂亮 但是吃得很好 因为胎盘 营养还是很好 好 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 你走到中腰店 你看到一个羊的胎盘 或是鹿的胎盘 放在那个中央的那边 你看那个安哥 你帮我买 那个上面那个胎盘 安哥就拿一个鸡子爬上去 拿下来 他就教你什么组 他帮你包起来 你拿回家 离开了你敢吃吗 你不敢吃 因为他拿来的时候 你不懂隔多久 可能那个胎盘包子 运来运去三个月 你也不懂 他放在那边一年 没有人买你也不懂 他卫生累积了 你也不懂 你拿回去 你也是死了是不是 一直死 一直死掉 煮了再煮 一直煮 煮到你觉得很安全的 那把这个胎盘是死的还是什么的 死的 可是现在是有人买啊 因为他还有营养 只是他没有活细胞 老板而已 第三个 今天我去放个系 我买胎盘是胶囊的 有多人讲 例胶囊呢 可是那个胶囊 都是用胎盘 弄大的磨成粉 放在胶囊 那个也叫胎盘 可是它是胎盘的粉 也是死的 它不是活的 这就是市场上通常 当我们进入到胎盘的制作方式 所以我们不用那个胎盘 我们取了细胞 我们就不用那个胎盘 所以我们要的不是胎盘的营养 我们要的是胎盘里面的活性的细胞 因为胎盘的营养 是不能够让我由刚才我所讲的那些 只有细胞疗法才能够 所以当你听到人家讲 我是胎盘素 你不要以为它是细胞疗法 因为胎盘素是胎盘素 细胞疗法是细胞疗法 明白吗 所以我们是胎盘素加细胞疗法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听到你朋友跟你讲 他吃了很多的一些见证 你不要尽量 因为他的确是真的 好 那么讲到这里很多人 听到胎盘素 他们却连强到羊胎素 懂得吗 很多我们生命的人都讲 我吃过羊胎素 谁呀 宋美玲是羊胎素 笑笑的好 那个是对的 羊胎素它的确非常非常好 所以当V位在把胎盘素带进市场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一个选择 羊或者肉 那么我们去研究 我们发现我们要入 为什么呢 因为有研究发现 肉这个动物比羊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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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这个动物不容易陷入 肉很强壮 你看它旁边都比其他动物来的快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 羊胎素已经有一些报道制出 它是可以帮助一些关于美貌 皮肤 关于一些身体的状况 某一些状况 它是非常强质性 就是某一些方法 某一些状况它能够帮得很好 可是大致上它调理不同 可是肉太反而不同 它比较温和性 就是不管什么身体状况的人 它都能够吸收到它的好 而就是说羊跟肉比起来 肉是比较争议 体内的健康跟气氛 五将六素的 而羊比较针对外表 那如果你生育微 你哪羊还是肉 肯定拿肉的吗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选择肉 因为自古以来 肉就有一个什么 肉身百保之处 其实我的阿公阿妈 我的妈妈 全都懂 肉的部位 OK吗 肉籠 肉片 肉血 肉的几乎每一个地方 我们很多华人 都会去买来盾 因为当我们脚痛 我们就会买一个肉的部位来盾 当我们什么地方 不行 我们就会买肉的部位来盾 为什么不买羊的部位来盾 面肉的部位 那个一定的效果比较高 可以吗 所以你想一下 当一只母鹿 他怀孕的时候 他身体所有的营养 都去他的胎盘 所以羊太盘了 相同的 当一只母鹿 他怀孕的时候 他所有身体的营养 都去他的胎盘 那么如果 把这两个胎盘放在里面 是你要买的 鹿 因为它里面 含有这只鹿 身体所有器官 的营养成本 所以 我们现在人类 我们不要美貌而已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健康 因为五年前的我们 走路不会船 五年前的我们 讲话很大声 跑的时候很有力 五年后的我们 这边痛快便痛 起来 脚不能搭地上 那么走一下子船 那么血压高 我们希望回到以前 我们就要调理 我们的五上六指 那么这边有一个故事 董草岗目 有没有听过这本书 董草岗目 是一个非常非常 很多人懂得非常非常 有一个秘书 珍贵的一个秘书 既然是我们什么 华人 这几千年以来 不同朝代的一些医师 他们的一些珍藏品 现在有很多新疗 也是去找董草岗目 来拿到一些什么 奇事 来找一些资料 那这个董草岗目 如果两时间去翻的话呢 你会发觉 董草岗目里面 没有一个故事 讲到关于养孩子 可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讲关于以前的医师 发现陆开术的好 所以这边 就有一个故事 讲到古代有一个皇帝 他怎么发现这个陆开术的好 古代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皇帝 叫做唐泉州皇上 认不认识 有的认识 有的认识 有的不认识 不认识就是正常的 因为他1500年生就死了 对不对 那么唐泉州皇上呢 有一天他去打脸 那么唐泉州皇上可能你不认识 有没有听过杨贵妃 男的不认识 没你就认识 人就是这样习惯 对不对 那么这个 杨贵妃就是唐泉州皇上的什么呢 非议指导 然后有一天 这个唐泉州皇上去打脸 你是一个皇上 你去打脸 你会不会一个人去打 不会的嘛 你整群的人带去 因为为什么 怕什么 有人刺客 还是什么危险 所以有一天这个皇上去打脸 他就带着他一大堆的人马 他一个御医去 in case 万一他受伤 第一可以快一点嘛 那么有一天呢 这个皇上他在打脸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到一样东西 他看到他青年目睹 有一只鹿生 一只小鹿 他就觉得很奇怪 可能有些人会爬头 鹿生小的不奇怪 除非他看到鹿鹿生小的不奇怪 对不对 可是他明明看到是鹿鹿生小鹿 那么奇怪在哪里呢 奇怪在他发现 当这个鹿鹿一生的那个小鹿 那个小鹿 就是要几秒钟 几分钟才能爬起来 对不对 当那个小鹿一站起来 能够走动的时候 当这个鹿鹿 第一件事情就是转身 去吃他身边自己的肚子 有的人特别讲 他是不是很饿 人家生来之后很饿 可能这个鹿鹿生来之后很饿 早上一看到胎盘就立刻拿来吃 是不是因为他很饿 不是 如果这个鹿鹿鹿它可以吃草 鹿鹿鹿鹿就吃草了 可是为什么要吃这个胎盘呢 因为它 这个胎盘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食物 对不对 而且 看安爹讲是鸟啊 对 猫啊狗啊 牛啊 猪啊 羊啊 凡是生孩子有胎盘的动物 他都一定会吃他自己的胎盘 所以他们不用妈妈教了 他们自己生到我们激动了 厉害 又不伤口了 所以呢 这个网上对他们这个鹿 吃了胎盘他就觉得很好奇 这个鹿胎盘真的这样好吃吗 他又不敢dash 他就叫那个E 不敢敢胎盘回去 试试看 看那个胎盘到底 真的这样好吃吗 还是有什么东西 这个E就好奇嘛 你能做网上的E 你也是一定是很厉害的 他好奇性就很强 他就拿回去宫里面 他就研究 研究研究研究 这个鹿胎盘好像很多营养 好料 在里面 那么你夹几个工具在里面 非常好 那么这个E就很兴奋 他就研究到这个鹿胎盘的重度 他就想给人家dash 对不对 那么你是1500年前唐朝的一个利益 你发现一个好料 你敢不敢 第一个拿给王上司 不管 因为1500年前你拿给王上司 他吃了好他跟你讲backing 他吃了不好你就死了 对不对 而且不是你是群下或死到完 对不对 因为以前就是讲到 多少东西不能给王上dash 所以那这个E就很厉害 他就去到宫里面 宫里面很多人 对不对 就去找一些人来dash就可以了 那么宫里面他就去找一群宫里 就是家伙在宫里面 伺候那些王上王后的一些宫里 他们宫里也是有几星个吗 要找哪一些呢 他就把他们伸成两组 第一组宫里是很美的 皮肤很好 很年轻的 眼睛很亮 不会生病的 每个人看了都会想 GVS GVS 那种看的部分都很性能的 他不要自己 你也一定很美 他就找另外一组 另外一组是躲在一个角落的 眼黑黑的 皮肤黯淡 人家看到一种肚子的那种 每次生病啊 身体很弱啊 10级年龄 看的比10级年龄还老的那种 他想这种 如果这些人吃了 能够变年轻 就是这个太坊素了 所以 一个第一 就是找这群宫里 给他们吃这个露态素 那这群宫里就拿来吃了 那我吃了大概 一两个星期 不久的时间 宫里面就开始吃完了 谣言 宫里面有很多东西做的吗 就是传谣言的吗 就有谣言传说 有一群宫里 虽然一一不老给他们吃什么东西 变年轻去 变飘 变飘 也不是一狗 一群哦 皮肤变好趣哦 没有这样容易生病 他们就一直很奇怪 那么这个话 就一个传 一个功传到那个功 传来传去 就传到谁的耳中 杨贵妃 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吗 一个美女 你听到有女人越来越美 他还在这边 他就会 发火 对不对 他一定要给人家献更美 不可以人家给他管 他就恐怖点 王上 然后王上就很生气 爱飞 他就召这个鱼衣来 要砍这个鱼衣的时候 那么这个鱼衣 在砍楼之前呢 他就跟王上两人一起做假 最后几句话嘛 王上讲要跟你讲 他就跟他解释说 不是我不要给你们吃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人体嘛 不给什么啊 所以王上听了过后 就接受这个鱼衣的解答 不过这个鱼衣讲 你还有没有那个路态数 那我鱼衣讲 我有留一些给你 那个王上就拿这个路态数 王上有没有立刻吃 没有 他来给杨贵妃尽个试 再测试多一个人 你测试了 他有事不是他 所以杨贵妃去测试了 变成更美丽 整个身体就好了 好了很多 王上看了 他就可以捧疯了 他就拿来吃 之后效果非常的好 男性本色却不出来了 所以之后呢 这个王上就封这个 意义为 裴尘女 所以 这份只是其中一个讲话 你古代人怎么发现 路态数营养成分 现在你去看有很多 所以的话呢 路态盘是真的对我们身心非常好 而且鹿 这个动物 他在吃草的时候呢 他既然只吃草 他也会分草草跟草草 很多吃草的动物 什么草都吃 可是鹿都吃 鹿看到草草 他不吃 他一个豆他也不吃 他只选草草 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鱿的动物 所以鹿的动物为什么这样进撞 就是因为它 而且我们特别 在从鹿自然生育的时候 取出这个活细胞 我们是不杀那个鹿 我们是从它的胎盘取出这个细胞 我们就不用那个团团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每一例就那里面 就担有这个肚腮盘的活性细胞 再加上细的成分就有了 所以很多人到了这个又有问题了 很多问题 你讲那个肚腮盘 你讲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要异地全部放肚腮盘就好 为什么还要去放这么多我啊 不过的东西 对不对 我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人不是说越补越好 永远记得一个东西 人的身体你要得到最好的效果 你要平衡 一个人的身体 但能够太多营养净没有营养出 也不能够没有东西净太多东西出 要平衡 我可以不可以一个胶囊里面 全部给你录它就可以啊 可是我给了你 我懂它效果不一定好 为什么 因为我给你加多量 你的身体也不一定吸收到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年龄了 我们的血管净散了 每一天的身体就要到不同了 我给你很多 我是在浪费每天 因为你吸收不到完的 那么你每天吃 你浪费那么费 我老婆 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洗我给你很多 看得很好看 可是浪费掉了 我老婆给你吃饭了 适当的 让每一个年龄精神 每一个健康问题的人 都能吸收到最多的 然后我再加7个成分进去 让每8样东西 你都吸收到最多的 让它效果不一定好 对不对 因为这7样东西 也是去到你身体里面 能够帮到很多的 也是可以降低费量的 也是可以帮到你身体很多问题的 这些都能帮到你 这7样东西 我们去到外面 都会各自这样买 我们把它全部放在这个品数里 好 那么我讲一下 弄到很多人就会问 这样为什么 Portier的效果怎么好 我给你看啊 如果我今天 我把浪费树拿出来 如果Portier里面 只有这7样成分 这个Portier 就跟外面市场的 但没有发展比例 没有分别 可是因为我把 入胎树 活性细胞放进去 它的分别就完了 什么分别呢 保健品的成分 是哪来保护跟修辱 我们身体 OK吗 保健品是哪来保护修辱 我们的细胞 可是保健品 是不能让我们 生出不尽量的东西 因为那个只有细胞疗法 存在才能够 我打一个比方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骨盒是年轻的 所以我们很健康 主路不会痛 可是当我们老了 我们的细胞死了 细胞死了 细胞死了 我们就退化了 细胞再死了 再退 所以我们就很多问题来了 所以当我们吃保健品 我们是来补剩下的 让它强壮一点 让它硬一点 让它健康一点 不要让它继续退化 这个就是保健品 要做到 可是当你加入细胞疗法 有另外一个方面 什么是细胞疗法 细胞疗法 细胞疗法是 除了用这七个质分 来替你剩下的 让它再强壮一点 不要再退化了 这个活细胞疗法 会帮你升回你的细胞 这个就是最主要 活细胞疗法的做法 所以我们 颇解要达到的是什么 逆转老 不是抗老 什么是抗老 什么是逆转 抗老是慢慢的往前走 打一个比方 你五十岁 你吃抗老的产品 你才看完产品 你就慢慢到五十一圈 拉长那个时间 然后你就慢慢到五十多岁 等于这种抗老 什么是逆转 逆转是 你五十岁 你吃 或者你采用细胞疗法的东西 它把你五十岁的身体 呆到四十种 然后四十种再呆到四十种 然后再带上四十七 然后再带上四十六 四十五 就是应该是慢慢往前走 应该是抗三往后退 你要来讲 往后退 因为往后退的你 好像比较眼刀 比较多头发 比较黑的头发 没有这么多助纹 对不对 每地方都想往以前走 我又不会以为我这样讲他几手 可是我是阿爸 然后从往白了 我的胸子我老婆这样疼我 我不用变年轻的 我会跟他讲往 其实当我们讲逆转老化 我们不是要变年轻在外表 我们要逆转老化 因为我们希望身体体内能够联系 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得到 但我们联系无限 我有很多东西我们能逆转 对吗 所以我们学界就是要达到这个东西 我再给你一个例子 在一个课室里面有四十个学生 这四十个学生呢 每一个不管你怎么教 怎么补习 你找多好的老师给他 这四十个学生呢还是哪里 成绩还是很弱的 你把它放在什么课室 它还是哪里 都要怎么样 把这四十个学生的平均成绩提高呢 与其你一直请最好的老师教他们还是哪里 有一个方法 你把二十个学生拿出来 你放二十个给你的学生 也是四十个人啊 那么在考试 这二十个人也是哪里 可是这二十个新的学生哪里 那么四十个学生平均成绩是什么 C或者P 这是比以前好多 是 因为为什么有二十个新来的学生 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子 我们身体的细胞 在我们现在的年龄 就像这四十个学生 你这样雕都不会好 你是把这个样子 你是补它 它还是哪里呢 你要的是什么 把它换掉 怎么换掉呢 你要有新来的东西 而新的细胞 身体过了二十五岁 一旦老的话 我们身体是不会自己生新的细胞了 所以为什么小孩子牙齿掉 会长 大的牙齿掉不会长 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发育期了 我们细胞只会一直在老花 不会再生 所以我们就采用细胞拉法 把这二十个乱的学生放进去 把二十个年轻的学生放进去 就是把二十个年轻的细胞放进去 让它跟我们现有的细胞 在一起的时候 把我们的平均年龄 小路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就是细胞拉法要达到的 好 所以当你的左边的朋友说 我吃了长头发 你不要跟他讲我是不信 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照片 我们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好 那么的话 当然我们从纽西亚拿的这个产品 我们怕输了 怕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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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怕 在纽西亚我们去做DAS 在澳洲我们也做DAS 我们不在澳洲卖 我们也做DAS 因为为什么澳洲也做很厉害 如果澳洲的DAS能做 就是很好 所以澳洲也做TAS 纽西亚也做TAS 我们做什么TAS 我们做Compocent 给你们的中金属 这些的测试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测试 其实测试是不用做的 在法律上是不用做的 为什么我们做 为了确保它安全 为了确保长期这个东西 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利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因为有很多食品 在市场上它是很好 可是吃酒了它对身体会有一种反应 因为中金属性都过高 例如我打个比方 每一个人的身体能够接受到中金属量 是一个level 有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它的量过一点 我们不懂应该也不懂 可是你吃长期了 它的量一定一点 每次将增加 它就会储存在身体里面 它就变成一种毒素 那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讲 某一些中药 或者某一些物体不能吃长期 因为它太久会沉溺在身体里面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为了确保这个安全 长期的吃都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做这个 那么第一个我们做的是抗扭 poison 为什么要做呢 来确保里面 没有什么药物的存在 没有药物的存在 来确保所有我们看到的效果 都是这八个成分 和吸扣药满足的道路 这个重不重要 重要 因为我一直在吃 我妈妈也是在吃 我要确保它安全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产品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在新加坡我们一直做了很多测验 那么它的安全程度到什么呢 今天你们一人哪一瓶出来 现在立刻三十米去吞下去都有问题 只是说会比较障碍 你吞三十米你要多很多水 好 所以这个产品它非常安全 所以可以放心 那么怎么办 我们也有很多顾问 吃了这个产品 有很多很多的见证 那么有一些人问我 叫我想过去下午 我要吃多久 一个月够不够 两个月够不够 那么你觉得我要吃多久 很多人会这样吗 他们会站在我那里 你叫你看我 我要吃多久 我会这样 哇这样不是神仙 我看不着 我也看不出 为什么 因为今天你发开报纸 也有人每一天跑来报纸 没有Fest 很健康的另外一天做东西 有过这样的地方 有啊 这些人没有心动 没有人动 还有心脏问题 他也是这样子啊 所以不代表一个人外表很健康 他体力一定很健康 因为人不是痛苦 所以如果一个部份来问我 我要怎么吃 我一定自己拿一个答案 如果你要花钱 我就要你看到你要看到的东西 不然你花钱来干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要看到你要的东西 我会建议你 深度贵 那么他们就会问 这样一个月 两个月可不可以 听完的我还是会讲 深度贵 为什么呢 因为有问题的一句话 我们的身体 今天会讲 就是昨天会讲 它是几年累积的 你要一个几年累积的病 几年累积的问题 死了几年的细胞 一个月生活还是不可能 你需要给它死一天 所以的话我会建议深度贵 不管你是在外表看的健康 不健康 我们不懂里面什么是 还是去对不对 给它去寻几关 我的顾客每次讲 这就好像什么 十高的抵抗 他会去聊你身体 他就寻一圈 看你身体有什么问题 他就去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跟你讲 有一个见证在新加坡 我有一个顾客 我跟你讲 两个见证 我有一个顾客 很早期的 我们一开始他就买到现在 他全家都在吃 他买的时候他就吃 那么他吃的时候 他第一个他看到的是什么 这位顾客 五十多六十岁 是一个古林 我每次看到他 我觉得他好像 有一个小说的那种 武林高手 懂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头发 这边有一脱是掰的 好像X型的 我觉得这个暗闭是掰的 可是我一直不敢问他 为什么要软这样子 他不是很模特 可是为什么 要软一个掰的在这里 是他吃的鱼鱼 我才懂 懂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脱头发 他懂是什么问题 他将然都不上次 就是他去理发师 但是他感染整头黄啊 然后他洗了 他剩下的头发还是红的 可是他这脱就变白了 只要路软不了 所以被人家以为 他是508万多这样子 所以他就吃了鱼鱼 三个星期 他就去洗头发 那么那个理发师就问他 第一 那个理发师跟他很多人 他就问他 为什么你这脱白发下面 还外面长黑的 就以前这么多年以来 十多年啊 永远都是白的 没有一点黑的 他讲的是黑的 他就很惊讶啊 他就讲了 他是心里想痛 他是四伯爹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竞争嘛 刚开始 他就继续吃哦 他就吃吃吃 也没有去想太多 他就越来越长 越多黑的 现在他的头发 那个白的还有 可是你看他头发 他说白的已经有百分之 50到60是黑的 所以对他来讲 他很开心 那么第二个东西要看到是什么 他的左手 左手 的第三只手指 是不能这样的 要manually 的 就是他的跟断 还是什么 不是要manually 这样 那么他一直想 一看到又怕 又没有怕了 他就是本天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会帮助还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 第三个月 有一天 他就突然间很痛 他睡觉 碰到他流眼泪 他是很忍痛的 他碰到他受不了了 他就跟他自己讲 残了 我明天一定要你到医生 他立刻把我开了 他觉得那个本已经不可以了 因为已经拖了很多年了 谁知道 他那天很疯很痛的 早上一起来 他的手突然在一起讲 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他的手还是这样 他没有推到 所以他是第三个月 出来电话先讲 我们当时没有什么 他就跟我们听了 哇 有消息的人 我们就过了 然后他就继续吃 他就继续吃 然后到了大概 要到第六个月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他是有非文证的 之前 他到了大概是第五个月 要到第六个月的那个阶段 他的非文证好去 然后他的近视好去 他以前 总是你看那墙壁的电视 他是 要戴眼镜的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我们听了 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他大概一大多月的时候 你看他是做彩虹的 他们讲那些 他的政策他们要按 所以他这个地方有累积 20年了有一块 一块东西在这边不会掉 非常像他的鼻鼻这样子 他鼻鼻就在那边 六四四这边做这块东西 然后不会掉 他这个本地大跟那个啤酒 叫什么 金啤 20啤 他有点想念他 然后现在他生出 好像婴儿般的皮肤 所以现在这个顾客 每一次会介绍很多顾客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 因为他在吃的这个过程 他在不同的时间 他遇到不同的小步 可是如果这个顾客 那时候我又坚持他吃六个月 他可能吃了一个月 两个月 他跟你讲没有什么 因为他的手啊 肥文症全部都还没有好吗 他停了过后 这个顾客是这样 他可能这样挺快 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要吃六个月 因为我们的这个年龄 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里面需要 你不要过来讲不需要 不需要是骗自己 我给你另外一个计 另外一个计则 我们 这个我昨天讲过了 我昨天就过得很久了 我们有一个部份 七十二岁 也是复离了 已经做了婆婆了 那么他就有 为什么我记得他 因为他来买产品的时候 他在那边一直念 你看一个朋友介绍他吗 叫他买 我在房间里面 我听到他就会念两个小时 要一个人可以在那边 念两个小时不容易 他就会一直念很贵很贵很贵 哇 那个谁逼我吗 很贵很贵 哇 念两个小时 我就觉得很 interesting 这个阿姨也是蛮长期 然后我就去看这下 跟他聊一下 他就会讲 哇 很贵啊 我看医生都没有这样贵啊 我花了这么多钱 看医生你还叫我买这个这样贵啊 我就听他在那边笑 因为我懂 你之后你就不会这样想 所以这个阿姨就拿 这个一个聊生 就回去 拿了那个小朋友 他就讲 哇 重啊 又贵又重啊 然后他就听他一讲 贵所以重啊 然后他就在那边 贵也害也讲 重害也讲 他就走了 然后大概三个月后呢 他有一天就搭在公司 他问 他讲 我要进单啊 我有没有很好 有啊 你有买啊 他讲 ok 我要来进单 我就是 他过着他名字 我去试试看他的名 可是我不懂他是那个阿姨 阿姨他回来的时候 我就遇见阿姨很熟 然后我想 哦 那个念两个小时 那个阿姨 他就坐下来 他就买两个聊天 那么 给博啊 好奇 我就问他 阿姨你吃了怎么样啊 因为我想知道 从一刻一直到没念 到现在可以买哪个聊天 但是不错吧 他就跟我讲 十个见证 我听了 哇 我真的是为他开心 第一个 是发生在他的朋友身上 他是一个阿姨 什么叫做 那么他们每一个星期都会 他们的那个教堂啊 他们叫会 那个教会啊 都会有一些啊 他们的一些会友啊 那么就有一个男的 二十多岁 他在两年前 二十岁的时候 突然间啊 医生也不懂什么问题 他的皮肤突然间 从头皮到脚皮啊 全部都会红红痒 然后会有distor 走毛 然后去看医生打针来止痒 然后医生还是不懂 这什么问题啊 所以这个人 就这两年 从那个大宋门口 除了去教导 所以他们有时 就会去他的家祈祷 那么这个男的 变得很自闭 因为很年轻啊 你不可以像童年的人 这样出去啊 他觉得很自闭 每一天窗口 门啊都挂得进去 除了让他的教堂 那些教友来的话 他不让别人进去 那么这个女的 这个妇女 那是买了这个Pertier 就看到这个男的脚 又经过他的介绍 讲过 他的脚也是怎么样吃的啊 不错 他就拿一瓶给他 他就吃了 他买一瓶给他 变瓶吃了 大概剩下几粒的时候 但是男的熊 那个 在他手上两年的那些皮啊 开始脱 他先变得很硬 比之前更硬 然后他脱掉 然后他脱掉 过后 里面是他两年没有看过的 新的皮 他从头到脚 没有一个地方有新的皮 可是他吃了Pertier 他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妇女就很开心啊 就吓到了 他就想哇 这样他就看得更有信心 他就不明时光 看着他拍的时候 他有时两天吃一笔 三天吃两笔 对 为什么啊 他讲哇一天吃 可是看到这个哇 冰冰两天吃一笔 一天吃一笔这样吃 然后他就吃一吃 他的见证就完了 第一个 他有Pakisson 左手 他的左手是这样子 好 要不懂了 他吃了Pertier 大概两个月 要到上月的时候呢 他的手从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就是说他还是会有金规的读动 可是现在他们做很多 他已经不能做的东西 就是他第一个案子 第二个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是有脱发问题的 他每一次洗头 地上就有一坨头发在地上 哪些很恐怖的 在地上他整坨这样掉啊 其实很辛苦 一坨头发已经不多了 还一直这样掉 可是现在他吃了Pertier 他洗头 地上他数得到他掉几根 就是有是三根 有是四根 就是从一坨到三四根 就是说什么 他脱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止这样子 他长头发 他72岁 他不但掉落的头发没有在掉 他长六发起来了 所以哇 他就一直在吃吃力了 那我们要逼咯 然后的话呢 三个月 比方后来的一个星期 后来来疗生的一个星期呢 他就去看医生 他是有糖尿病的 7年 糖尿病的药 吃了7年 他去看医生 医生就跟他讲 你的糖尿病 Under control 控制住 你可以暂时不用吃药 我们在看怎么样 那么那个医生也是好奇 你有吃什么东西吗 你知道吗 没有啊 我祈祷 他一直讲 等一下你继续吃药 因为有时候他讲 你跟医生跟医生讲 不要都认识 认识我的药就好 对不对 所以他就跟医生讲 他会健康必顽 也是医生 哇每一天记得吃的 那么的话呢 另外一个最惊讶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妇女 是过后我才懂的 他是有癌症的 他有骨癌 而且他的骨癌是第三期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他的老公在大概七年前也是死于癌症 那么他的老公死于癌症的时候 没得久 很快就死了 然后他一直觉得他的老公救不了 是因为他老公从来没有去身体检查 从来没有去健康 所以他觉得如果早一点被发现 他老公就不会再会死 还有得久 所以最终他老公死于癌症的那一天 他每一年都去身体检查 至少两到三次 什么检查都检查 什么冷静的都检查 为什么呢 他要预算 可是这七年以来 他怎么要检查 医生也只是跟他讲 他是糖尿病 医生没有跟他讲过 他有癌症 你也查不出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他癌症第三期的时候 有些人会看到医生 医生跟他讲 你癌症第三期 到了他问那个医生 这样这个癌症第三期 为什么之前找不到医生 讲过医生 是吗 你的癌症四年前有了 你想一想 这七年他刮了多少钱 去检查呢 这个癌症四年前就有了 这四年来 没有被发现到 等到第三期才没有发现到 他觉得很伤心 所以那个时候呢 刚好他吃喝酒 他去看了一个医生 那个医生就看他 那个医生是另外一个医生 不是那个医生 那医生的塔头 他讲 以你的严厌来讲 第三期有毒癌 你不可能讲话这样大声 他应该是在那里 看你讲话很大声 你不可能讲话这样大声 你眼睛不可能 就是很亮的 你应该是一个会脱发 他没有毒去化疗 可是有给你吃的腰 他讲讲 你应该是一个会脱发 没有胃口 没有胃口 会受虚的 可是你要越来越专业 他讲 不可能一个 这个年龄的人 能够顶那个第三期癌症 你顶到这么好 那么他还是一定在那边 笑话吃刀 所以那个医生就要给 那么他就回去 继续吃饭 所以那个时候 要每天吃10里万 那个时候 那么他就来买一套给他自己 那么他在吃了第五个月 他去看回那个医生 医生讲他的 那个癌症帮 你就是宝贝斯 他不会要花 所以现在他也是 我们的家不知道 就我想讲 那时 当他的接下来 没有加他46个月 今天这个人 可能他也不在这个市场 因为要一个72岁的人 顶第三期的癌症 是不容易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加人家 16个月 是因为 当你花钱 我们要你觉得 你花的钱质 而我们心里 你花的钱质 是当你看到你要的钱 而我们也懂 你要16个月 你真的看到你 你所最处的一些 身体 你想达到一些效果 所以的话 希望 借用今天的这个机会 能够让你们更了解 这个图片 也希望 我想跟你们讲的 实际上东西 今天你不许跟人家讲图片 我们身边 还是有一种需要 这样的产品 你不许跟他讲 他还是会去外面 挖钱 买一些 可能 最终还是打不到他效果 所以反正 这个产品 我们也莫读 我们也看到 他也能帮助很多 我们身边 一直需要帮助的人 他能帮助到 那一个人 相同的 他也能帮助到另外一个人 最主要是 我们有过去对他人 因为看 一个人生病 不能走路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不能了解 但我们痛苦 所以希望 把这个信息 传达给他们 那么再一次 我要谢谢你们的时间 帮助教会 谢谢你 谢谢你